字幕 李宗盛 我要帶大家一起去看看 澳門人他們到底怎麼賭馬的呢 而且賭馬是在賭什麼東西的呢 一起去看看 走 澳門賽馬已有20多年的歷史 不說觀眾可能不知道 在這段賽馬的歷史當中 還曾經出現過台商經營者 後來應經不起虧損 1989年才轉手給現金澳門賭王何榮森 發展成現金擁有900匹賽馬的大規模 而港澳人士喜歡賭馬 主要的原因是賭馬不像一般賭 只是單純的一賠一的賠率 而是可以有機會以小博大 也就是說 如果有機會博到一場大冷門 那麼一賠一百的賠率 絕非吃人說夢 另外 賭馬也非只憑運氣 而是有其高深莫測的大學問 在那邊很巧我們遇到一位澳門日報 本身主題是馬金片的 這位張晴大哥 胡大哥是不是 胡大哥你好你好 我們是來自台灣的媒體 發言發言 聽說有人講說酒病成糧衣 我們大哥是酒賭成糧師 已經可以寫書了好不好 而且他的非常的精準 因為我們剛一來 馬上看到他獲得一場勝利 八號 八號 說是勝利啦 勝利了 我想請問一下 你當時是因為愛賭馬 才變成記者 還是先做記者才來賭馬 因為興趣的問題 興趣 以前就是賽馬車的年代 進來這裡就是一幹 賽馬車啊 賽馬車的年代大概在八十年代 八十年代 那很久 二十多年了 二十多年了 在這裡已經二十多年了 所以本來是先是愛玩 自己愛來看看圖嗎 有這個興趣投入 然後呢 幹了這行以後呢 就 那也不錯啊 居然能夠說 變成一個報紙的主筆喔 然後來為很多的馬咪呢 然後給他們一些意見 那一般來講 你的這個提供的意見準不準 你說是準的話就騙您了 你說不準也不是 就跟我們的股票分析是一樣的 就是亂講這個 不是 有點馬咪的知識 有點馬咪的知識 如果是沒有馬咪的知識 根本你辦不下去嘛 沒有錯 這是需要有點專業技術 對不對 看到連續劇有人在播啊 說讀馬有人在讀假的 就馬可能會打一些那種 不明的藥品 這是違法的 會不會抓 有這個事情發生 但是現在來講呢 現在沒有這個事情 沒有 那有沒有馬吃 有沒有騎馬吃 自己在那邊打什麼藥 然後自己在那邊上面跑得很快 我想 結果馬跑得很慢 暫時在我們來講 是沒有這個吧 真的喔 那你有沒有內線交易 講真的 你跟馬吃應該都蠻熟的 所謂內線的話呢 這個很廣泛的 所謂內線也沒有憋勝的貼紙 沒有的 有了專業馬爆竹筆指導如何 關馬 賭馬 再加上賽馬會裡面的人士 Bob 炳白 出道澳門的小馬我 當然也得實際來個賭馬出體驗 感受澳門人賭馬的緊張氣氛 現在呢 馬上要進行下一場的比賽 所以每一匹馬出來呢 然後讓這個所有下注的人呢 跟馬組可以過來看看馬 那去這個裡面的人呢 告訴我們說 怎麼看馬匹呢 看他的眼神 看他的精神 然後或是看他整個今天的狀況 他的走路的姿態啊 或是他的毛 然後他的脾氣 所以觀察起來 因為這是動物你知道嗎 就好像鬥雞 我們會看雞撞不撞 看這馬也一樣 像這隻11號 他頭一直在動 好像情緒不太穩定 待會兒就很難控制 然後有些馬走起來就很穩 所以在這邊呢 如果說以他們這個經驗值來講 就是說選最平穩的馬呢 贏率比較大 那今天呢 總共有11場比賽 我們現在是已經到 下午的第4場比賽 所以呢 在這場比賽呢 每一匹馬 他在本質上都有寫一些名字 然後 我們的工作人員 在這邊的工作人員 推薦給我們是 No.7 7號 他的名字叫做 伴揮動力 BEST POWER 聽說他很厲害 馬師是個女生 在這個馬場裡面呢 這是唯一的一個女的馬師 練馬師在這裡 所以他應該是蠻有名的 那一個 而且我剛剛看啊 他們這個賽馬的賽馬師喔 個子都不高 都矮矮小小的 好像體態不能太高大 要小越輕盈越好 在那馬上面的速度會比較快 現在小馬我進來這個位置 叫做是馬匹亮相圈 就是讓馬匹及琴石 展現賽前英姿的地方 通常這個區域 除非是初賽馬匹的馬主貴賓 一般人是進不來的 只能在看台上 一光遠近觀察馬匹的動靜 因為小馬有媒體人的特殊身分 所以才有機會 近距離的來觀察馬匹 不要嚇到他 他待會兒就要上場比賽了 年紀應該是OK 還算蠻年輕的一個女騎士喔 然後他的老闆 可能在跟他交代一些事情 叫他待會兒要怎麼樣來比賽 因為呢比賽賽馬喔 真的是一種技術性的東西 他的整個賽道非常非常的長 所以會產生很多戲劇性的變化 在最後的時候 往往突然間一匹馬會衝出來 所以那個就是有作戰的方法 他們現在可能在延齡他們今天的作戰方法 然後感覺上喔 在這邊都是很多的大佬 就是有錢的人才能當馬主 在那邊養馬 因為這個馬匹喔 貴的喔 聽說有上到 好像在香港有上到六百萬 到一千萬的馬 一千萬港幣耶 等於是四千多萬 開一個房子在馬場裡面跑 很厲害 賽馬每一場賽事相隔約半個小時 所以馬迷會在這段時間內 比對參賽馬匹過去的幾乎 與當下亮相時馬匹騎士的精神狀態 然後把握時間下注 以撥得好彩頭 那我們現在馬上就要下注了 下注就要填這個彩票 所以呢 他在這邊有寫讀音 因為他有很多種讀法 那我們首次的初體驗 我們選擇讀音 無音 無音化下 我自己個人下五百 Lucky Seven 七號馬 然後呢 工作人員以及工作小組呢 下一百 下一百 你們要下幾號 好像第二個首 第二個是一號對不對 一號是第二個熱門馬 一號 下一百 好 因為比賽馬上就要開始 馬上要什麼 最後兩分鐘要趕上去 下注 那在這個賽馬的活動裡面 下注總共分成幾種下注的方法 有場內下注 也有場外下注 也也可以網路上下注 甚至可以電話下注 那我們現在是在場內 所以我們就選擇 場內下注 很快 感覺滿好的 其實你知道每次在看那種香港電影裡面 那種茶餐廳裡面 不是有人在端盤子 然後一下喊 再聽耳機 六號 六號 這感覺滿熟的 其實我們總共下注的金額是六百塊 各位觀眾 今天我覺得我的手氣非常的好 出來貴寶地 而且以小馬來賭馬 應該是贏的機率比較大 我們常在港劇 檔片中 看到賽馬場裡黑暗 作弊等等的戲劇橋段 不知在現實的生活裡 賽馬場是否也存在著 跟劇情相似的舞弊狀況呢 比如說以前賽馬車是有 有這個賽馬車作弊的情況 就是人為因素 他們在終點 以前他們拉著不跑 拉著馬不放 比如說他能贏的話他拉著不跑 這很明顯給你看到 察覺到就是罰這個騎士 罰停賽一年兩年都有 而且用藥 用這個維禁藥 用得比較厲害 以前馬車會 監管比較沒有那麼嚴謹 所以都有這個情況出現了 被罰的那個練馬師 現在還在澳門賽馬會裡面幹了 現在他們已經改過了 改過就沒問題了 以前用這個維禁繞 給那個馬吃掉 吃了以後可能跑了出來 驗到了 賽後有抽驗 抽驗以後的驗到 有這個不法的行為 那麼給罰款給停牌 沒有就幹了 那麼後來呢 這個事情已經告一頓落 已經成為澳門賽馬的歷史了 都有這個事情 我的媽呀 原來過去賽馬場 真的出現過舞弊事件 不會吧 我剛剛才下了500港幣 這怎麼辦 現在已經終身響起了 他馬上就要這個馬師 要帶著他們的馬匹呢 進去所謂的這個賽馬的跑場 所以現在我們7號騎士已經上去了 然後馬上呢 下午的第四場比賽就要開始了 我們在這場也有下一點小住 因為 你也知道 來澳門不賭一下怎麼可能呢 希望是我們可以贏啊 不是 我可以嗎 陳遠征 這場仍然有下一點 現在的形狂波一頓起步的時候呢 看到金陽波比較快一點 但是中間的草原精英 外面的收藏家 兄弟同德 都相當快的 然後內擋就有行運同心 然後多普也都在前面 再嘔吐才叫判徽動力 打了一輪圈 現在大概在五六回之間 完蛋了… 現在已經開跑到一半了 然後我們的七號居然是 搖搖地在後面 沒有領先 希望趕快殺出… 一號不錯… 現在一號在第四名 在前面就單騎帶領兄弟同德 割了過來帶來過嶺馬尾槍 所以第二位就是心滿意足 再過嶺馬尾 然後帶來收藏家 然後中間就幸運同心 已經到最後一個彎了 現在在直線加速了 然後就要經過終點了 七號在幹嘛 七號… 看到大外風衝上來 有個冠揮動力這樣 然後再咬一點 幸運同心 這個內蕩上了 再內蕩一點 還有活力感到 好了 最後收藏家 這裡支撐出來的大出點 那隻冠揮動力 相公很厲害 拍著收藏家 一對這個支撐出來 七號… 跳… 這支戲劇性的變化 老天爺啊 中了… 太爽了 沒想到想到 我第一次在賽馬場 小試伸手 就贏得好彩頭 真是幸運啦 不過賭博畢竟有輸有贏 有人嚴嚴的春風得意 必定也有人 俗他愣口啊 我在香港以前 有一個職員 他是在跑馬場裡面 馬場裡面做事 做這個投注的 投注的職員 他把那個虧空的公款 投注在一匹馬身上 他認為別勝的 他就下這個位置 位置跑第三名都有嘛 但是後來他 結果連第四都沒有 他投注了 全都供固了 那怎麼辦 你還會講供固 供固就 這果然是個賭客 我記住就是 供固 輸錢了 輸錢了 那供固掉了 供固掉了 那怎麼辦 供固 跳樓了 跳樓了 那這是不好的 給抓 這是不好的例子 那好的咧 有沒有哪一個 是賭博一賭致富了 我想沒幾個會賭的致富了 真的啊 我還是叫別人不要賭 在採訪澳門賽馬會的過程中 我們的工作人員 當然也忍不住來小賭一下 但是觀眾竊心小賭贏輕 玩玩開心就好 如果賭得要死要活 那就真的掉不得了 三號是一隻辣 三號 你有動嗎 沒得跑 我跟你講 三號沒得跑 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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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八 看下了 三了 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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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四個上來了 三號 三四有機會 但是最後一步看一下 怎麼樣 三三 有沒有四號的機會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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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馬 跑馬 最後一點 輸掉了 這樣子 這跑馬的樂趣 一步都在這裡 別人都以為三號贏了 最後一步就輸掉了 好 他說不是騙你 但是你能放不夠啊 是吧 那我就輸掉了 你輸掉了 沒話好說 我要走了 我要走了 不要走 不要走 太難了 看到沒有 連研究賭馬二十年的老江湖也摘了個跟斗 可見賭是沒有所謂的十拿九穩這回事 所以千萬不要賭身家 賭性命的 絕對划不來 不過這時我開始有些虎疑 剛才我所參與的第四場賽事 馬掌的人員報名牌的 怎麼會這麼準 會不會是所謂的內線交易呢 算了 不想瞎猜了 我寧可相信是小馬我今年紅運當頭啦